又以中共官员因病自杀,这次不是抑郁症,中共官方多以抑郁症堂塞官员自杀死因饱受民间调侃因此,官方也不断对此说法推陈出新,既有地方用官员遗书自证抑郁症之后,四川又开创出官员自杀的新死因未病广告,四川官方日前宣布,北京时间11月15日13时20分左右, 十方市财政局局长黄卓被发现一亡于办公室,通报说十方市公安局已排除他杀黄卓患有严重胃病长期受病痛折磨,中共官员因为抑郁症自杀,已经司空见惯,因为胃病自杀似乎还是头一个,此前内蒙古官媒引述当地公安厅的说法,趁北京时间11月1日凌晨,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,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, 李志斌,在该市公安局休息室内一网报道特别强调,李志斌留在现场的遗书中趁自己一直被抑郁症困扰,每天都靠高校安眠药,才能入睡 此前中共官方宣布官员自杀人因时,多接用医生或亲友,同事的说法,来引证该官员患有抑郁症,官员用遗书自证抑郁症也是头一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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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